這不是武林中最惡毒的 滅目全飛腳嗎 但是這個龍族教育遠征 怎麼跟我認識的龍族教育 完全不一樣啊 原來呢 這是一個相同世界關下的卡牌遊戲 而且玩起來竟然還有點簡單 那我輕輕鬆鬆的就破關了 到底這遊戲在玩什麼呢 趕快跟著我一起來看看吧 日系大廠Capcom旗下的動作RPG遊戲 龍族教育 先前推出新作《龍族教育 黑暗再臨大脈》 在年底也接著推出行動版《龍族教育 遠征》 雖然這次的玩法完全不同 不過世界觀和故事背景的設定是完全一樣的 遊戲採用採格子的地圖移動方式進行 地圖上的觸發事件不算多 遇到怪也不用太緊張 輕鬆應對就能順順過了 戰鬥則是使用卡牌戰鬥模式 熟悉每種不同類型的牌後 在有限的Cost下 挑出想要使用的卡牌組合 就能爽快殺敵啦 另外遊戲中有超過100種以上的職業 玩家還可以跟其他玩家借用傭兵 雙倍的人數量 達起來更能凸顯職業的優點喔 如果借其他玩家傭兵的話 還能獲得豐厚的報酬 本作今天開始已經在PS Vita上開放下載了 iOS只能在日本商店免費下載 想要體驗不一樣的龍族教義的玩家們 千萬別錯過囉